讲这个饭局啊 你就说明中国人很多人讲究啊 就是比如说功夫在室外啊 或者说什么什么之意不在酒啊 咱们这意思从来就不在这事本身 他饭局呢 他跟个眼睛瞟着这姑娘呢 对吧 他哪食而不知肉味 你说这意思啊 就像很多 有时候咱们在那个高级西餐馆 你觉得他真是像看演出 他欣赏一个演出 这整个是一个那样的品味 但是 大家会讨论这个食物 你知道就说 咱们就是不是说 非要高消费 而是说呢 很多时候你比如说酒店 对于很多富豪来说 后来我发现啊 他真的没必要住什么酒店 他往往啊就一带创业 这种洗脚上台的农民 他一直要今天保留着 他比较粗糙的生活习惯 对他来说真的 你住那五星酒店就糟蹋了 他是睡招待所一样 他睡招待所一样的 你知道吗 但因为他根本不是床啊 硬啊软啊 你看很多人是感觉不到的 他是 你同样很多时候 咱们在饭桌上 这个吃饭的时候 我有时候觉得 有那么美好的 按说有的老板们 他吃饭 在香港 那这一顿饭 甚至能吃出十几万去 可是我都替他们可惜 他们就在这儿 这个工头交错 哎呀哥们 我还怎么怎么着 最近我要挣了几个亿 你要不要喝一个 我们都是稀里哗啦 他吃什么了 我那天有个 我有个朋友的这个儿子 我这朋友有五十多了 他儿子爱喝威士忌 他还放个威士忌 结果呢 他领我们到他家 光光光就把这个威士忌 结果他儿子回来 冲着我们这帮老头啊 骂了我们一通 他让你们喝我的威士忌 后来他儿子说 我不是不让叔叔们喝 你们不懂 就是你们都 就是我是苏格兰 弄来的多么好的 你们完全品味不出来 你们就糟蹋了 我现在觉得很多美食 就是这样被糟蹋掉 而且还有就是 背后大家对厨师态度 对 也太不一样 太不准尽了 当然 学家之后 现在厨师的 现在好多了 现在好多 我觉得他们这 真是大功德 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说 我们不会谢谢厨师 或者我举个例子 有一趟 我请一个朋友 几个朋友来香港找我 我请他们吃饭 那有几个是演艺圈的 演艺界的 那也是露脸的明星 或什么 好 也吃饭 然后呢 我给他们挑了一家 很好的一个餐厅 那个大厨呢 是一个已经最近几年 不做了的 就那几天他回来做 认识 是香港人人敬重的 就粤菜里面 香港粤在顶尖的大师 好 吃完饭出来 然后看到我 他是因为认识我 他说 又来好久不见 来跟你拍张照 他拍张照 这几位朋友一起来 他就不太认识那些 大陆明星 但那几个同桌 让我很尴尬 他说 马上他的精灵 就想问 你这个不会放微信吧 你这个不知道 因为他的整个概念是 你厨师跟你合影 是不是一个你打算 要踢在墙上 他就没想过 这人对我们 像神一样 就我们那个态度是这样 就比如说我有一次 我们在欧洲也是碰到一些 就是说 这是一个哪里的三星大厨 多牛逼多怎么样 是我们该抢着跟他拍照 而不是反过来 就整个概念 这里面对厨师概念太不同了 我有两次在大董 看到国外的元首 一次是奥地利 一次是瑞典 吃完饭 到后厨去送下礼物 但是 我有时候在北京 或者在中国很多地方 就有一个现象 就是 为什么一个餐馆呢 吃吃就突然不好吃了 这个是最大问题 我觉得 是吧 我有时候吃到吃 突然怎么变味了 那我要 我想说一个话题就是 其实做美食和做生意 是 违背的 用两个劲 你拼命地在做美食的时候 可能你就是没有钱 或者说你的价格就是特别高 而且你做了美食了 来的人特别多 在拼命地 在等位的时候 你就想 我为什么不在 获大店面 对 开分店 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整体的 没错 很多是可能和餐饮 关系不大的东西 比如说 这个人做菜做得特别好 他那个 那个凤凰刻得 栩栩如胜 对 最讨厌 后来 我也参加国外的这种 美食的评选 人家说 这第一名就给中国 你说这多费劲 弄这一个大凤凰 弄弄弄 我们从第二名开始评 所以 这是过去我们河北 有句话叫 驴粉袋表面光 就是全是表面的功夫 我一碰到那种餐厅 给我来个 叼个龙 叼个风 我就知道完蛋 就是你把功夫 画在这儿 就是我们那个排场 我是不是跟文道德 咱们在北京 在那个时候说 我去吃炸酱面 跑一家那排场 得十八里长 从门口就是 您贵姓 我姓豆 豆爷 好家伙 二道门 三道门 一路喊过去 船大啪啪啪 你过了十八道门 都连到一小包店 哗 一碗炸酱面 就那炸酱 我觉得就跟那个凝固了 我都知道你说的是哪家 面都 扮不动呢 就这 一个个穿的都跟太监似的 好 再来碗汤 但是 所以我很想 我很好奇 因为我在北京 我待在北京 但我很少出门吃饭 我不是在 我们公司里头 自己食堂 我就甚至今天 堕落到林院 就在酒店房间 点餐的地步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上哪吃饭 所以我 除非我要 多找机会 跟他们吃饭 或者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太难 就你在北京 明明是首都 明明各地方的人都在 明明理论上 各种资源 包括财富也在这 但是我就发现 很难找到一家 就 就你在街上碰啊 很难碰 那个盖利太低了 太低太低 但是南方就好得多 南方好多了 我曾经 王三表给我 有一次打电话 他在成都 我就 我问他住哪 他住那地方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说你现在下楼 你往前走 前面有没有餐厅 他说有 我说你去第二个 那个餐厅吃 他回来写了一篇 好长的博客 陈老师推荐了 这个真好 就是他那个密集程度 就大了 太大了 我感觉到你这个 言谈话语之间 似乎你是不是觉得 北方人这个口味上 比较糙点 南方人相对细腻 这个是从 这是从汉代就开始了 这个 汉朝把都城建到了长安 但是你看汉朝的 葛建雄老师 做的那个人口图 你就知道 南方人太多了 GDP在哪 在 在长江中亚游地区 这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 一年一熟 就是从 就是美食和农耕文明 对 离不开 那一年一熟 和两年三熟 和一年两熟 它确实是 差了太多的橙色 他这个分析有道理 所以一般你包括 什么南方的江南 你说南方文人 它意味着更细微的 更细腻的感觉 对 而且我觉得哪怕 就是传统上说 不叫很富裕的地方 你比如说我们南方 比如说潮州 你是很难找到 难吃的东西 潮州是一个 就是如果一个 中国人说他是美食家 他没去过汕头 那他就不是 根本就不叫美食家 他就不叫美食家 因为他是 遗留了中国 就是相当于 开封下面 没错 他有很多 这个基层 就是 比如说 余生 这是秦朝的时候 就这样的 比如说肥九 这是宋朝的 比如说 这个 雪 雪哈 雪哈 这是宋朝的 你都能知道 他一层一层的 全都有 那您说 那我们吃到的和他们古代吃到的味道的是味道是一样的吧 肯定有差异 这个有专门做这个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肯定就肯定都呃就就他就讲复杂了但是它是一块特别宝贵的孤岛对就汕头是中国美食的一个特别宝贵的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这个那个芋泥 嗯 这个汕头那个甜的呀 就是不行 而且而且今年肯定我觉得17年中国又要搞坏一个东西我担心就以前不是每年我们一个饮食潮流嘛 嗯 从小龙虾到哦 所以我也知道你说的会对 今天潮流牛丸我就觉得这里边有阴谋 这个一个切肉食现在三万块钱一个月啊啊啊 嗯 比我工资高 你觉得这是什么阴谋呢 呃我觉得不不不这个不自然炒到这么高了就不自然就不是特别自然了而且呢这里边有太多的水分嗯就是像像我们可能吃的多一点我会知道这个肉是从汕头来的嗯 这个这个是黄牛肉的味嗯这个牛肉是河北的牛肉啊但是其实价格差的非常非常多对但是在那卖的时候反正也都是分块切的鸡里大致都一样 这个里边的水水太深了所以真的你说的太对了今年就得搞坏了去年把重庆小面搞坏了对 彻底搞坏了对 马来大街都是重庆小面就彻底的吃 今年就轮到这个牛肉了嗯 所以我觉得就要不说人说在中国啊其实你必须活成一个人精嗯一个各方面的人精 要不然呢就是被各种被骗各种被忽悠我现在就觉得哎这种味觉的东西啊太容易被忽悠了你比如说这咱自己都知道好你好比说喝泡尔茶 它又不是幻觉哦它真的就是一个品味系统你比如说你开始喝什么都喝不出来嗯到后来你入这道入的深了嗯你真的是能喝出什么红印啊送品的什么八五八 你就有了这个味觉的体系但是大部分人完全喝不出来对你喝不出来的这些人你你到茶叶店买茶叶那可不就是说什么是什么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而且各种各样的吃的也我我也就是发现你看包括说京剧为什么说衰落呀你听戏的人没了对对吧你听不出来叫好你都不知道好在哪那这个就完了 所以我就现在就觉得你这个饮食之道啊这也真的是最近我好几个朋友做这个行业的我觉得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感慨是不是中国现在各行各业都是这样 就是说将来咱是不是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力的国家我过去以为认真做事做到最好每一个细节都渗透出你的心意 那么这个永远是不会错的吧嗯但是从利益的从赚钱的角度他还就是错他还就是赚不到钱 最后说你所有人认认真真的花钱进去我想把它弄得更好一些的我都开不下去相反对门那个哎就是这个哎到我爷一位 他这赚他就能发财啊发财开分店呢嗯那么我说这个最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说大量的并没有什么品位不知道辨认不出好坏的人在主宰着这个是所以中国好吃的餐馆总体来说你觉得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吗哎整体还是变多了整体是变多了这是没问题的是你如果你看官方的数字呢那是特别特别惊人的嗯 我觉得这个对GDP的拉动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嗯还有一个呢就是永远都不要担心总有高手在民间嗯哎就是我不管去哪儿 我每次都能吃到特别惊人的东西嗯我就吃呃呃呃前两天广州电视节我就在潘雨吃了一家猪杂粥嗯所有的人就是一个破烂的街道旁边 一百人就是有一百人嗯大家都是桌子空空的就在那等那边有猪杂有猪杂有粥 我是从十点钟等到了十二点半猪杂了新鲜的猪杂来了哇人去抢 那个是什么您能描述描述这个太血腥了我觉得 就是我可以这么说那个猪大肠来的鲜的猪大肠还这样 哇天呐嗯真新鲜他他他他那个嗯太美味的那真是无敌的美味嗯你这个不禁让我想起有人有说中国人是不是世界上最残忍的民族是不但是这个他早晚是也要吃哈哈哈哈哈哈啊不是新鲜的对啊对啊对啊那你日本前面后场对啊那那那那稍微马上来说问题国外的呃对肉的尊重是排酸对啊 中国人对肉的尊重是保保鲜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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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新鲜哎呀这个这个都是呃如果我们说是这个残忍不残忍 这个确实是但是恰恰是吃猪下水的人是最节俭的人没错你不浪费哎哎你不浪费嘛你你把它所有都吃啊我觉得这是对的态度全世界都一样的你去凉这个世界下水中心对没错去日本呃都有非常好吃的下水而且我听您讲的这都是上山下乡就是好的东西都在民间 真的真的不是大城市的餐馆哎呀哎呀你你想一想这个店面的费用有多贵嗯哎呃他让你存活不下去嗯你真的你到了这种嗯我我还是说一个非常的故事就是呃地震的时候嗯我呃我去往青川送 嗯嗯嗯嗯那个物资那个物资路断了只好在那等在901所门口有一家冒肥肥肠店嗯刚点上就是刚端上来鱼震了嗯哦鱼震嗯我刚吃一口哎呀那个好吃的这个鱼震的那个所有人都往外跑我也往外跑但是我想想那个味我咋死了算了我又回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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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他好吃的程度能让你舍命哇就是最美味的最极致的美味肯定藏在深山老林里好在这些年大家都喜欢上山下乡都喜欢去旅游哎哎总能找到我我就是说呃如果您不相信您下次再去杭州你去一个叫开化的县就是前前塘江的源头嗯嗯 在那个半山腰上有一个途中饭店嗯你你都不用点菜你说随便给我来两个菜那个倒倒菜都好吃我说老板你为什么不开到杭州嗯到杭州就不行了嗯所以咱们最终的结论是说什么都白扯跟着陈晓忧但是跟着他可能得对阵余阵都不错哎呀过去说死了都要爱我看他是死了都要吃哎呀您真是辞刀中人敬一个这个这个 嗯嗯嗯嗯嗯嗯嗯